一个视频带你看懂江夜中的只手冠冠主陈某 一、陈某是江夜历史上最年轻的破五镜之人 李漫漫虽然三日便破五镜 但当时的年龄已比陈某大了许多 传闻中说你招入洞悬木之命 不知你何时月的五镜 这次时间花得长了些 有了三天 二、陈某是当时的盗门第一人 是除了开创者赌徒之外最有天赋之人 他和连生一样都是血管多宗万法皆通 陈某掌握了多个五镜之上的神通 包括西灵之天启 佛门之寂灭 佛宗之无量 魔宗之天魔和书院之无惧 他还自创了灰魔功法 可以吸食他人力量为己用 三师姐余连与其对战中 便差点被他用灰魔功法吸干修为 用魔宗功法吸取你这个魔宗宗主的力量 会是一件值得回忆的事情 三、陈某 这个名字并不是代称 他名字中的某 一指人间随处可见的某某 陈某原是一个小道观的普通道人 有姓无名 所以给自己取了这个极普通的名字 四、陈某出生于东海之畔的小国宋国 此国虽小却出过很多名人 比如明宗的开创者 连绳三十二和魏光明 五、陈某之所以漂泊在南海不能上岸 是因为数十年前的柯浩然拔进向天 被浩天击杀 夫子认为道门是浩天的走狗 迁怒于桃山 才有了夫子饮了二胡酒 斩尽满山桃花的传说 那一战贯主被迫联合玄空寺蒋经首座大战夫子 结果被夫子一根木棍打到南海 不得上岸算是对道门的惩罚 当年你就用这根小木棍将我驱逐于南海 如今你离开了这个世界 还要用这根小木棍继续阻拦我吗 六、陈某不能上岸 却也并不安分 他的儿子陈皮皮 就是他在海上与南海大神官一脉的后人所生 七、夫子登天化月前 之所以不杀陈某 主要原因是时间太仓促 杀不了 夫子登天在即 为了阻止浩天回到神国 他必须尽快登天 像陈某这样的超级强者 他可以杀死 却需要时间 再就是陈某还有别的用处 那就是磨砺自己的小徒弟宁缺 画出人子神福 八、最强状态的陈某 与柯浩然相比 究竟谁更厉害呢 陈某在精神阵被宁缺打废后 破而后立悟出了清静镜 原著中的清静镜是道门最深不可测的一种境界 他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爵士 给予视相诀可以隔绝与浩天世界的一切联系 任何附带天地元气的攻击也都无法对其造成伤害了 这个时候只有夫子这种无视规则的大神才能动他 浩天和柯浩然都不行 而柯浩然几乎是被浩天秒杀的 所以高下立判 而且这个时候的陈某还不是最强时刻 原著中陈某后期又有所悟 实力突破至清静之上 然后下陶山满世界追杀天女 天女也承认清静之上的关主 确实拥有杀死自己的实力 虽然此时的天女只是衰弱不堪的浩天人间体 但手持七卷天书的陈某绝对是逆天的存在 所以她在被宁缺击杀后 仍能以极高的境界强行留在这个世界 九 只有陈某和历代的只手冠冠主才知道七卷天书的秘密 那就是夺取后天的神格重新开天 在得知天女有了人类的情感后 陈某觉得她已经无法庇护众生 所以才想要取而代之 天女要回归于天 必须斩断于人间的成员 事实上她根本就做不到 如果她不能斩断陈某 那我们就帮她去斩 实在不行 我们就连她一同斩去 石冠主陈某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反派 在书院 明宗和连生等人看来 道门就是浩天在人间的走狗 但其实 只手冠追求的一直是人间的安定与平衡 冠主更是认为 只要大道不变 部分人类的牺牲并不重要 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都没有关系 纵观陈某的一生 她被设定为全书最大的反派 却并不算是绝对的坏人 她和书院只是立场不同而已 书院代表歌星 认为世人不应该一直困在这个封闭的世界 应该去外面的世界看一看 而陈某这个贯主代表的是守旧 她希望有浩天一样的神明 一直照看着人间 不希望浩天世界的平衡被打破 执起手 方得自然 刀门追求书是无为何道 书院追求勿自救世 我和佛祖的想法也不定强 任何开始都必须有结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